各位观众 这里是位于行政首都比勒图里亚的南非总统府 当地时间8月22号上午 在这座历史悠久的联邦大厦前 南非共和国总统拉玛福萨 为六次踏上彩虹之国热土 第四次进行国之访问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举行隆重欢迎仪式 当前中南关系步入黄金时代 超越两国范畴 越发具有全球影响 习主席此访 期待同拉玛福萨总统一到 共同破话中南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篇章 8月的比勒陀利亚 晴空万里 汇丰合唱 总统府广场鲜花盛开 中南两国国旗迎风飘扬 在总统摩托车队护卫下 习近平乘车抵达总统府 拉玛福萨在下车处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登上检阅台 共同领战略伙伴关系新篇 纸团队召售 妆战依顶持枪礼 军乐队奏中国国歌 冲的车车 现场名放21响炮 习近平检阅南非仪仗队 军乐队奏南非国歌 两国元首同双方陪同人员一一握手 军乐队奏南非国歌